领导都死没了 没人管我们了 我们这份上雨下 我们自己防护自己家园 水利部门的专家 我就想问问你们 突像暴雨 自然灾害 我们凉田被淹 那老天爷的事 我们都能理解 水库泄洪 万亩凉田 喝力无收啊 那是谁的责任 现在天气预报 多么准啊 台风大雨来临之前 有没有提前泄洪流出库容量 我就不明白了 1800流量放一天 如果你提前每天放600 它对水库有没有啥影响 反正我知道每天放600的流量 我们堤坝不会决堤 稻田也不会被淹 房屋也不会被冲毁 老百姓也不会无家可归 这些专家们啊 你们拿着纳税人的钱 坐在办公室 喝着茶水 嗑着瓜子 在每一次做出决定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天灾没有办法 我们认 人祸谁负责 别给我们农民惹鸡眼了 惹毛了啊 都不溺了 你们吃啥 喝啥 你们还嘚瑟啥 快走 拥抱每一种生活